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刑政院长张群辞职 张内阁原任副院长翁门昊继任院长 其实翁门昊并非蒋介石属于的院长 张群才是蒋介石的真正人选 张群与蒋介石青年时一起留学日本 曾为了与蒋介石一起同班 主动留一帝 追随蒋介石 一直是蒋介石嫡系的嫡系 这次组建新政府 其实蒋介石属于的 还是老班底 还是提名张群继续担任行政院长 张群为何不得不辞职呢 原来他在立法日选举中落选了 张群一贯爱扮作老好人 与谁都是嘻嘻哈哈 怎么会落选了呢 这又与陈果夫 陈立夫CC派有关 张群在1947年4月组合 当时是逊政时期 上位新写 其任职是由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的 而这一次蒋介石航 现后有了新宪法 按照新宪法规定 新行政院长需由总统向立法院提名 由立法院通过 才能获得任职 但是1948年1月选出的第一届立法院 773名委员中 二臣兄弟领导的CC派占了500名以上 也就是说 二臣控制了立法院对行政院长人选拥有最终的决定权 展开全文5月6日 国民党中央提名张群组合时 也提名了陈立夫夫任立法院副院长 这两个提案 都需要交由国民党中常会与政治会议讨论通过 才算有效 才能提交立法院再去审核 通过 但是 国民党中常会与政治会议以元老居多数 他们多数人却反对陈立夫而支持张群 可是 张群获得提名后 要交立法院投票表决 这时 则张 陈两人在立法院中的支持度 便正好与在中常会的支持度相反 张群要出现 需要看二臣的脸色 为此 5月6日在中常会上 反臣派与雍臣派达成政治妥协 反臣派放水 让陈立夫获得国民党中央提名 之后 雍臣派则在立法院放水 让张群获得通过去阻隔 于是 两个提案同时得以通过了 按照这个约定 陈立夫出任立法院副院长没问题 张群当行政院长也是板上钉钉的事 为什么张群还是落选了呢? 张群落选的原因就是在立法院没通过 为什么风雨突变呢? 原来 5月17日下午 选举立法院副院长时 CC派的政敌陈诚的团派突然另推出一个候选人 傅思义与陈立夫相抗衡 进行竞选 在立法院 CC派占了七分之五的委员总数 当然有足够的力量挫败对手 力推陈立夫当选 但是 傅思义一出 陈立夫之后虽然如期当选了副院长 但是整个过程仍是有惊无险 CC派费力甚多 事后 CC派认为 反陈派没有履行5月6日的政治协定 毁诺在先 5月21日 立法院再次开会 表决张群的行政院长一案 当天 蒋介石夫妇为了避嫌 去了无锡 游太湖去了 CC派群行大华 奋起要为陈立夫讨公道 出口气 于是报复张群 坚决不投票张群 结果 谁都以为没问题的张群 竟然在立法院没有通过 落选了 张群落选 蒋介石大吃一惊 可是 覆水难收 最后 几方面协商 只好以原副院长翁文浩继任院长 翁文浩上台后 立即炮制出一个金元犬 全国废弃法币 改用金元犬 结果导致全国物价飞涨 经济陷入崩溃 于是 蒋介石的经济崩溃 先于军事崩溃 最终全面崩溃 丢了大路 后来 郭敏党总结失败的教训 多数人归结于翁文浩的金元犬失败 蒋介石则大骂二臣兄弟无党勿国 把陈果夫 陈立夫消职 废弃一边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